然後殺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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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 心罪當初 沈小姐到 去工匠沈小姐來了 房廢後下來是 所有罪罰 就算在我一個人身上 求求你放過我爹娘和弟弟 雲姐姐 他是晚的 來人 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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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寸頭 一年末 一畫一書一探圖 情世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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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你我姐妹一場 我呀 特意去求陛下 免了你的苦心 讓你走的痛快一些 你個出鏡 我為了祝你登上皇后 殺了多少良知 我為你付出了所有 你靜 別忘滿載 你該慶幸 如果你沒用的話 朕也不會留你 如今大局已定 皇后的位置 自然是要傳給朕 陛下 莫要為了一個僵死之人 但我們有大心之意 早些刺他了斷吧 來人 救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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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為什麼渾身是傷呢 你和我一樣 在山里迷了路嗎 沒關系 我來帶你出去 雲居 我來晚了 初遇 是你 大霞如今 最讓初進盒 其他之人 你我並無交際 沒何會帶我手刺 至於是 你的眼中只有初進盒 若有來勢 回頭看一看我吧 可笑我雲居一時交狂 卻收到一個 被信記憶之人的憂憑 竟還是此時會見 起滅了一個男人 替我收拾 若有來勢 我定不會再如此糊塗 不要 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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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阿傑 你這孩子受了風寒也不說 若不是暈倒 維陽還不知道呢 娘 娘 我還以為 再也見不到你了 我還以為 再也見不到你了 能再見到你們 真是太好了 可是 我不是死了嗎 什麼死不死的 別胡說八道 方才二皇子殿下拆人來秉 說是待會兒親自來接你參加今日的公宴 我和楚慶恒就是在三年前的公宴上被刺的話 難道 我回到三年前 去 當然去 而且我還要打扮的 越找越好 就算打扮美了又怎樣 我看他整日和沈青和潘交情 卻是連人家一半都不如 我看要不是因為他爹是雲笑 二皇子連看都不會看他一眼 二皇子到 阿傑 不是說好了要一塊兒來的嗎 你怎麼自己行 小女不敢 把毒酒灌下去 二皇子不是已經有了其他家人做伴了 啊 雲姐姐莫要誤會 是我的馬車突然搬爐壞了 沈小姐不必解釋 阿傑 你今天怎麼這麼奇怪 你是不是是 嘿 讓我現在還稀罕你們成 皇后娘娘靖王殿下到 好 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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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禁王果然如傳言中所說 面如關玉冒比攀安安 這可惜是個瘸子 是 殊不知你們眼中的瘸子 三年後會成為楚景亨都忌憚的社政王 你就是雲相的嫡女雲 是 雲取參見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安康 可會說話 不會 那可會秦棋 不會 那禮義女工你總會吧 迴禀皇后娘娘 也不會 那你會什麼 招貌遛狗 仗勢欺人 城裡都這麼說 橫兒 這就是你看上的如此無才無德的女子 母后 如今我們需要朝中勢力 雲相一派 不可或缺啊 光潔 我和瘸兒兩個小無才 罷了 皇后慢慢學便是了 此次公宴就是為了你和橫兒的婚事 還有禁王 聽說皇后娘娘主意要將沈青河指給他呢 第一才女配個瘸子 唉真是可惜 來人 皇后娘娘 雲取感恩二皇子垂野 可是今日 雲取恐怕要辜負二皇子了 阿雀 你在胡說些什麼 都是雲取的錯 雲取自知有罪 但也不敢欺瞞殿下和皇后娘娘 事事雲取已經 是 今王殿下的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雲取 在胡說些什麼 雲取所言句句屬實 雲取自知有罪 但不敢硬成大錯 皇后娘娘若是怪罪的話 只請怪罪雲取一人好了 六皇叔 她所言可是真的 你快承認了 你不是討厭沈青河我 我都替你不好路了 還不快覆核我 本王與雲小姐 並未行過夫妻之禮 不過 是雲取的玩笑吧 這次婚 但是 卻有過肌膚之妻 這這這這這 六皇叔 你從未與阿曲有所交集 有什麼證據嗎 不好 楚慶紅為了得到 雲府一脈的支持 竟看似連臉面都不要 今日若無使者 怕是還躲過這場次婚 不快 先互弄看看 雲取與盡王 我們也 雲小姐 後妖妖眼處 有一塊壯似桃花的 粉紅色胎記 皇后可派人查驗 來人 帶她下去查驗 是 這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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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皇后娘娘 卻如禁王殿下所言 雲小姐後妖 卻有一塊桃花胎記 我腰上的胎記 只有我爹娘和弟弟之 我還是怎麼知道的 罢了 此事 帶本宮向陛下禀名在意 彭兒 隨本宮回宮 恭送皇后娘娘 殿下怎會知曉 我妖眼有桃花胎記 前幾日九樓巧於令帝 聽令帝醉酒所說 雲章那個混蛋小子 要是真能做出這種事 殿下 您不會怪罪 我今日冒犯這句話 那我也是幫了你一個大忙不是 那個沈清禾 看似嬌嬌弱弱的 石子 可不是什麼好東西 雲小姐想沒想過 與本王牽扯上關係 並非是個好選擇 或許會有你的小命 殿下不必胡 說不定 我死得比你早了 接下來就要一起過日子了 有些事情 我覺得 還是挑明說比較好 首先 我不喜歡你這身打扮 太過素敬了 如果你喜歡 改日我親自為你做醫生 可好啊 你竟真的願意嫁給本宮 我自然是願意 難道 難道 殿下 不對我動心嗎 難道 殿下 不對我動心嗎 殿下 您縱使不愛美色 那 看在雲家的面子上 你也該動動心才是 未成大事 雲家倒真算是個不錯的助力 可惜 雲小姐怕是不能代表整個雲家 待取得令父的同意 再來與本王商榷吧 你放心 我爹 向來都聽我的 爹 您不是說都聽我的嗎爹 別叫我爹 你是我爹 還想給我惹事不夠嗎 你知道外頭怎麼傳你的嗎 老爹 阿渠他也不是故意的 姐姐他就是故意的 我還聽說呀 他硬要上人家晉王的馬車呢 爹 晉王他有何不好啊 他一個瘸子 又有什麼用啊 當初是你非要嚷嚷著要嫁給二皇子 如今二皇子允了你的婚事 你卻出耳反耳 真當此婚是兒戲嗎 正是不想重蹈覆制 我才要拼命掙脫前世的命運 反正我就非晉王不嫁了 爹 您就信我一回嗎 就算是正都那個位置 他一定都比初進行強大 你簡直胡鬧 就算晉王與陛下一母同胞 就告枕無憂了嗎 你可吃晉王殿下那雙腿 反正從今日起 閉門此過 不准再見晉王 反正 我就是不嫁初進行 爹 您要不就信姐姐一回 是啊老爺 阿祺說不定有他的道理呢 為了他們 不論付出任何代價 我都不能再嫁給初進行 讓開 小姐 二皇子殿下邀您夜賞月虎 老爺已經替您應下了 什麼 夜賞月虎 前世初進行 就是用生米煮成熟飯這一招 將成家大小子拿下 沈清禾 你不是想做二皇子妃嗎 那我就幫你一把 作將這封信 讓一個臉上的人 送到沈家去 務必讓沈清禾親自趕進 快給我梳妝 今夜遊虎 我一定要讓二皇子殿下心悅於我 是 小姐 王爺 雲小姐所說月虎之事 咱便作弊上官 不 雲巨這把火 倒是可以天一天 二皇子殿下 終於讓我等到你了 沈清禾 怎麼是你 殿下 臣妾思慾你已久 各位父老相親們 我聽說啊 在這月虎上的無人傳坊裡 有水鬼驚怪害人 咱們中央鬼 王子 臣女不是故意看到您和沈小姐在這 我自慧的 還請二皇子 莫陽快也醉臣女啊 莫陽快也醉臣女啊 都給我閉嘴 今天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允說出去 清禾 你怎麼會在這裡啊 爹 逆子 跟我回家 楚景禾 我看你這次還怎麼娶我 什麼 沈清禾甘願做喜好 他是不是瘋了 我看你才是瘋了 爹 你是不是一點臉都不要了啊 昨晚月虎傳坊 到底是怎麼回事 爹 您那哪還看不出來呢 那個楚景禾 他為了取悟不擇手段 他簡直就是一個 鑽鷹奪計的小人 阿渠 二皇子勢力大 未來榮登那個位子的人 很可能是他 為了整個雲家 咱得忍 不爹 我就嫁靖王 您就信我一次吧 求命啊 我們就一次 完了 二皇子帶著聖旨 正往這裡趕來了 二皇子帶著聖旨 正往這裡趕來了 今日這聖旨 不接也得接 在此之前 覆准踏出房門半步 不行啊爹 這樣會把咱們雲家害慘呢爹 小姐 黃營 你現在立即出府 務必將這封信交到靖王手上 快去 聖旨到 小姐 跪下 跪下吧 不 不駕 楚敬王 你就死了這條心嗎 就算是死 也不會嫁給你的 事已至此 聖旨在此 你難道要公然抗旨不成 混賬 你還要鬧到什麼時候 雲相 你就是這般教育你女兒的時候 阿群 當初可是你非要鬧著嫁給二皇子的 你這是中了什麼血呢 這次婚聖旨都下來了 你就別再任性妄為了 姐 你現在要是惹怒了二皇子 將來嫁入宮中受了什麼欺負 我們可總沒辦法再幫著你了 其實我總是死 這聖旨 我也不能解 真的要跟本皇子作對嗎 真的要跟本皇子作對嗎 阿群 我勸你最好還是乖乖聽話 要不然 我一個不高興 可能會親 不出意外 你弟弟也該一親了嗎 如果這個時候我讓他不能忍了 楚敬豪 無恥 好 很好 無盡皇室其罪當主 來人 把雲曲給我帶回去 定要父皇親自才多才是 就是你這個丫頭 違抗朕的旨意 陛下 小女頑劣 不知抗旨是大罪 與二皇子開玩笑而已 斷無抗旨之意啊 可我看她並不像是開玩笑 父皇 雲曲明知賜婚是聖旨 居然敢公然抗旨 知道的 以為是她任性妄為 不知道的 以為她雲家有不臣之心 不 陛下 雲家斷無此意啊 怎麼辦 堅持是死 不計也是死 還有什麼辦法能破去 靖王殿下到 靖王殿下到 哪一段免 這是雲小姐送來的信件 上面內容 還是您自己想吧 小女優喻至能力 可築六皇子平乘盡禦 忘憂皇子極有困境 或之王殿不信 便自證起义 冰靠塵師 兵官將傳細訓之嘴 乳之能力 此類胡話 你卿也信 看育出這本的分事已成定局 我们无需穿上 报 王爷 军众万探传来集息 兵官大协 陈帝与云渠两情相悦 还望皇兄成群 六皇帝 世上女子如此之多 你怎好意思与自己的亲侄子抢女人 陛下 他这不仅是抗制 还是致我们皇家颜面于不顾 无闹 圣旨已下 当是儿戏不成 怎么会这样 我救了这么久 那还逃脱不了前世命运 慢着 慢着 陈帝此举不算考 此乃先皇所赐龙飞 可换一句军弄 今日 我便用他来换得云家女人的英语 终于仅次于玉戏的龙飞 他居然用来换云渠这个贱丫头 他莫不是疯了 龙飞果然在他身上 只要活得龙飞 天下人兵再也不会 是你朕的震动之声 往后朕 便真的可以高成我 愿皇兄成群 好 这便允认了你 我这龙飞呈上来 即日再到此 你吃得着吧 父皇 太后 终于摆脱这个冠衫了 可是 那可是新皇亲赐的龙飞 抱歉 还是把你卷进来 希望你的价值 值得一个龙飞 殿下 可是出什么变故了 一个卑贱的臣子之女 有什么资格看不上本皇子 云渠居然敢抗制 太好了 这样正非之位 早晚是我的囊中之位 给我过来 殿下 您弄疼我了 怎么 你也要违你本皇子吗 不敢 清佛心心殿下已求 殿下是知道的 放 小心点小心点啊 放那 对 放那 小心点啊 慢点啊 姐 你这是要把 季王府都给搬空了呀 我也没想到 这批里机会这么多 三日之后便是婚礼 定是来不及做嫁衣了 这 这可如何是 相国夫人 云公子 云小姐 这是我们王爷 为云小姐准备的 嫁衣及首饰 还望收下 哇 这 这不是先太后出嫁时的凤仪凤冠吗 阿俊 云渠 又是云渠 而不是因为他让我婚前失真 我又怎会落到一个侧妃的位置 云渠 我一定要你好看 进来 王爷 都安置头当了 是的 王爷 一切都是按最高规格备的频率 都送到了云家 云相如今对本王还有顾虑 我们借婚事 抬高他的面子 也算表明本王的诚意了 王爷放心 想得都懂 不光是频率 还有太后的那套凤衣凤冠 也一并送到了云家 说什么 是让你把那个也送过去 王爷 莫涵 即刻跟我去云家 夫人 公子 晋王殿下到了 见过晋王殿下 不知殿下前来是 云渠所在何处 我姐她正在 王爷 你来了 你看 怎么样 月儿 母后美不美 母后很美 这套凤衣凤冠 母后便留给你 日后带你寻到心爱之人 并让她穿上他们与你成婚 愿你寻得一心人 相邪白首 不离不弃 如此 母后便可以明目了 穿上这凤衣凤冠 便注定是我的一心人 可笑 便是母后自己也从未得到过父皇的一心意义 殿下 很适合你 明日大婚 便穿着她 殿下 我以后 一定会一心一意对你好的 一心一意吗 你最好说到做到 初遇 我一定会还你前世之 明日之事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只要你们替我办事 日后我必定在二皇子面前多多提拔你们 是 林曲 这次 我看还有谁能帮你 阿曲 嫁到晋王府后 切不可再任性妄为 好好侍奉晋王殿下 待有机会 常回来看看 既然目已成舟 为父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日后顶着晋王妃的身份 我要再任性行事 知道吗 爹 娘 这些日子让你们为我费心了 但是过不久你们就会知道 我的选择 定然没错 阿姐 我送你上轿 那四个人好熟悉 等等 那是楚景衡的人 且是其中一人哀成了他的亲吻 我不可能认错 等等 那是楚景衡的人 且是其中一人哀成了他的亲吻 我不可能认错 爹 我不能上交 那四个交往 他们是楚景衡的人 他一定是来报复我的 方太说莫要任性 前当二胖疯了吗 不 今日这大婚可是皇上亲自主持 难道你要以下犯伤 我没有骗你啊 爹 行了阿娟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爹的话 就老老实实上轿 云正 扶你姐上轿 姐 你就别再出怒爹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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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对了阿娟 等你下火上轿之后 你就去告诉静王 我们月灵宫的工人带走 姐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你看看今天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人山人海 红旗招展 况且 还有皇帝陛下亲自坐镇 就算那二皇子再蠢顿如 他也不会对你下手的呀 你就安心出嫁 好吗 走 来 我跟你说的快 非常美 咚咚咚咚咚咚咚 劳烦四位啊 我姐娇鬼 路上受不了颠簸 麻烦走稳一些 劳驾 咬得明白了 等等 他既是教夫 为何那人守不老姐 不好 阿姐有危险 王爷 不好了 方才云家公子雷饼 说是王妃被人带走了 什么 你 到底想做我做什么 小美人 你可不能怪我们 怪只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这样的游物 嫁给的瘸得真是可惜 不如让我们哥四个好好伺候你 没事吧 你给我追 站住 先不会我重生之后 养成了随身带武器的习惯 别跑 别跑 走 看 转过来 看你往那儿跑 你们不要过来 跑 你到这儿跑啊 我劝你还是顺从我们兄弟四个 不然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即使你到 厨余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了送亲对我出现了问题 只要我再拖一拖事情 没转就能等到圆瓶 四位好汉 我是云巷的女儿 只要你们肯放我走 无论你们求权还是求财 我都可以给你们最丰厚的报仇 我们当然知道你是云巷的女儿 你可别想宽我们 四位好汉 只要你们肯放我走 我可以许诺你们 日后 我绝对不会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而且事成之后 还会送千两黄金相赠 怎么样 哎 别听套的 拖延时间 赶紧动手 你们别忘了 我可是准晋王妃 你就不怕 得罪晋王吗 晋王算什么 等哥几哥享受完了 晋王还会要你吗 你 呸 你们做梦 废什么话 直接上 老子一定要好好折磨折磨你 我也想到我会死在这种地方 大仇未报 天灵汉还不知道二皇子的真命 就这样结束了吗 初遇 在哪儿 啊 啊 在哪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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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遇 别怕 本王来了 敢动本王的女人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啊 啊 哎哎呦 啊 王爷 流口气便了 是王爷 初遇 他们是二皇子的人 你千万不要放过他们 啊 王爷 您竟动用了真气 您的腿脊还未痊愈 一旦动用真气 就前功尽弃了呀 不妨 我心中就说 王爷 太医说王妃并无大碍 只是惊吓过度而已 休息休息便好了 嗯 嗯 王爷 这 没事 我要陪他一会儿吧 你先下去 是王爷 不要 爹 你要 注意 为什么 我第一次遇见的 都是你 欲知之能 突然转信 云居 你是真的想帮本王 还是藏有其他的秘密 阿渠 你醒了 还能看见你们 真好 这次啊 是为父大义了 险心害了你 是女儿之间太任性了 不怪爹 阿渠 你老实告诉爹 为什么这次这么看好警 还有 那四个教夫 你怎么知道是二皇子的人 我就知道这件事早晚瞒不住爹 爹 你心预言梦吗 预言梦 我就是在梦里梦到 如果我嫁给楚景恒的话 三年后 他便会害到我们云家家破人亡 而且那四个教夫 就是我在梦里 楚景恒的玉林宫里见到的 世上竟有如此匪夷所思之志 哦 所以啊 咱们定不能投靠二皇子的 可咱们家呀 与二皇子牵连颇深呢 想要脱身恐怕不易 此事过了这端午宫宴再细说 晋王殿下呢 你这丫头还敢问 自打你在人家晋王怀里昏倒之后啊 便抱着人家不撒手吧 方才呀 还是晋王亲自把你抱上床的 这会儿去书房处理购物了 原来是他能抱上床的 你这丫头 你干什么去啊 我要去给晋王亲自道谢去 王爷 阁院已收拾妥当 您真的要搬过去 不与王妃同住吗 许他不过是权宜之计 既无情便做不得真 想必王爷 还是对心中那人未曾放下吧 处于这一世 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 喂小瘸子 是 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不过你放心 附近的催眠过一会儿便会赶来接你 我已经付够了银子 你就安心的 在他们那里休养吧 等以后有缘 我们再见 王爷何不珍惜眼前人 属下看 那云小姐 对您似乎真前实义啊 是 是属下乐曲了 原来一直 都是我在自作多情 小姐 小姐 你真要撇下王爷自己去公宴吗 以前不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吗 现在也不需要人来 听说他大婚那日 可是和四个男人逃走私会 还是被靖王亲眼撞见的 靖王也不知怎么想的 居然还留着他 他还有脸来公宴 若是我 他不会把你告诉他 他就是个爵子 就配找个破鞋了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爵子配破鞋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有你这么一个人尽可福的贱人 还不是因为他窝囊 别以为你是郡主就不敢打你 别以为你是郡主就不敢打你 贱人 你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皇后娘娘的 我当然知道你是皇后娘娘的亲侄 但也不代表可以随随便便侮辱人 尤其是我的夫君靖母 谁要是敢打他的 我云曲第一个不饶他 好大的口气 姑母 您看他 他竟然敢打我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云曲 你好大的胆子 你还把本宫放在眼里吗 皇后娘娘 云曲不敢 是赵郡主他 口出恶言在先 云曲身为晋王妃 只是提醒他 莫要是由皇家掩面才是 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 你以为你嫁给了晋王 本宫就不敢收拾你了吗 今日我就替晋王好好管教股 来人 给我找他的嘴 教教他如何做人 母后 慢着 求求我 我便帮你 如何 不劳二皇子费心 几个巴掌而已 我受得住 这二十多年处于 受了他们多少招负 不管有多少巴掌 这口气也要替他出我 好 很好 母后 晋王妃拒不悔改 得罪了吧 不如让她 跪着手法如何 果儿甚是聪明 来人 让她磕头 晋王殿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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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娘想要承治晋王妃 是不是也该先问过本王的意思 六皇帝不在前殿恭贺百官 来我的后殿做什么 若本王不来 怕是也不知道本王的王妃正在这里受委屈 你的王妃口无遮拦还动手打人 本公身为一国之母 还不能承治他了 自然可以 不过在此之前 本王也有一桩事情 想同皇后娘娘还有二皇子亲自 来人 把他带上来 皇爹这是何意 二皇子是否觉得面熟啊 皇叔说笑了 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 这个人在本王大婚那日 公然假扮教夫绑走了本王的本妃 甚至想要凌辱 本王的王妃姓子烈 为了清白决心跳哑 幸好本王及时赶到 才将她的性命及时救下 他真是在替我尝尽了脸 二皇子说不认识他 那为什么他脚上穿着的是 你玉玲宫的麒麟黑断靴 不过是有人偷了双靴子 栽赃嫁祸吧 是不是栽赃嫁祸 还需要二皇子以及整个玉玲宫 配合调查才是 也正巧 今日本王带够了人手 来啊 我看谁敢 你带几个莫名其妙的人来我殿上放肆 到底想干什么 自然是履行本王奉命掌管刑律之子 皇后娘娘身为一国之母 难道是想要包庇二皇子不成 来人 出院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明臣 陛下 您来得正好 亲王实在太过分了 您一定要为我们和孩儿主持公道啊 朕在门外都听到了 仅凭一人之词就妄下定论 朕让你掌管情侣 不是让你假公仅私 肆意妄为的 皇兄 臣弟既以下定论 自然不止有这些证据 这是 此乃私兵令 本朝有严律 禁止豢养私兵 唯律者等同造反 而这个私兵令 正是从他身上搜导出来 父皇 儿臣怎敢忤逆父皇呀 请父皇明察 他万不敢有这种胆子的 希望你是真的没有这个胆子 要不然 这一定不会放把你的 传令下去 二皇子私得有损 禁足一月 待实行查明以后 再论罪惩处 前世楚景恒确实养过一匹私兵 我竟忽略了这么大的线索 凭他的能力 即便没用 也早晚会登上那个位子 你还想不及 吗 因为我们就要 算了 他也不论 你不论 他也不论 你还想要 他也不论 你不论 他也不论 你不论 我论 哇二皇子你不要跟致界走致界致散了 二二皇子 我听说你从小就喜欢木雕 这个是我自己调的 你不要嫌弃 谢谢阿隽 这是我今天收到最好的生辰礼物了 允许 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明明是你先招惹我的 即便你我不成善狂 该抛弃这段感情的人是我 不过没关系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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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小姐怎么了 我去拿衣服 我用大事要去见镜王 王爷 云区有事找你商量 王妃你怎么了 我王爷怎么了 王爷现在不太方便 有什么事情还请明天再来吧 王妃 王妃 王爷 王爷他这是怎么了 王爷自幽患有腿疾 每到阴雨天气 越被核动发作 若只是患有腿疾 怎会这般严重 你说实话 王爷 确实不只有腿疾 王爷身中寒毒 平日只能克药物为耻 每当腿疾发作的时候 寒毒便会一并复发 他这个样子多久了 属下跟随王爷已有八年之久 自属下认识王爷的时候 王爷便已经如此 王妃 这里交给属下便好 不行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刚想到 哦 我梦到 几月之后 南方会出现罕见的水患 更重要的是 沁和河堤会出现问题 你派人速速去查 耽误不得 可是王爷他 为时静王妃 现在王爷病了 整个王府就得听我了 你快去 为时静王妃 现在王爷病了 整个王府就得听我的 你快去 那就辛苦王妃了 黄鹰 去打些热水来 是 小姐 你们别想再害我 黄鹰 这不是毒药 你吃了 会好受血的 我不 不 算了 那就是我欠你的 怎么 怎么回事 他的腿筋 必须赶快压制 我记得 前世最后一面 见他的时候 他的腿好像好了很多 难道 是寻到了什么妙方 我记得 初几后 好像提到过一个什么神医 叫 苏无策 穆涵 在 你速去都城西郊山山 找一名将苏无策的神医来 没准 他能以好厨艺的腿筋 是 数在这就去 人群 昨晚 竟然不是吗 找到了 找到苏无策了 王爷 你醒了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找到苏无策了 苏无策就是谁 一切都路上再说 我们现在就去见他 沁河河堤 你确定是那里出了问题 我记得没错 你可知沁河河堤的负责官员 乃是沈家族亲 沈家掌管部 正巧最容易在修堤营上做手脚 你是说 这有可能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天灾是真 人祸也是真 你在梦中可以梦见这件事情的结果 朝中是如何处置 沈家不但没有祸罪 反而还随同二皇子得到了救灾的共捧 看来若本王猜中了 二皇子不但知情 甚至还包庇了沈家 当时包庇沈家的 还是还有我们云姐 这位苏无策又是何人 他是能够帮你治好腿的人 梦里你也认识他 不过是三年后 我一定会帮你 把腿疾和寒渡治好的 本王却十分好奇 照你所谓 你是突然得了梦中预知的能力 才幡然喜悟脱离二皇子 又过来讨好本王 可是你早就梦到 本王和二皇子的位置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本王 没 没有 我只是 梦到初锦衡 欲对我们云家不利而已 王爷您想多了 关于一代妖后的事情 绝不能告诉他 前世的楚衣 也许后来对我有情 可这女士的楚衣 心中却并没有 若是知道我前世 以他为敌 怕是再也不会信我了 是吗 王爷 王妃 我们到了 你们找谁啊 敢问可是苏无测苏先生 来求医的吧 哪里来的便回哪里去吧 我是不会知的 为何不知苏先生 您看起来可不像社会见死不救的人呢 一般人我可能会救 但我这个人唯一有一条规矩 那就是不救皇室中人 你们赶紧走吧 不要打扰我休息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救人还分人呢吗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救对了一个皇室中人 可能会救很多很多穷苦人的 敢问苏先生可曾进过宫 看来 晋王殿下 已经认出老夫了 别来无恙啊 苏太医 难道 您就是十年前 太医署 德高望重的 苏有章苏太医 那 太好了 您禁语王爷是旧相识 那便快给他医治吧 正因为是旧相识 我才更不会救过 正因为是旧相识 所以我才更不会救 苏太医 为何呀 苏太医 苏太医 不用求他了 他是不会出手的 为何 你可听过十年前的丽妃婴儿 丽妃 难道是 十年前 与侍卫私通 生下死胎的那个丽妃 那个婴儿出生的时候 并没有死亡 是丽妃怕私情败露 将其掐死 却将这个罪责 扣在了当日 皆生的苏太医头上 此事披露极大 一查遍之真相 但先皇 先皇如何 先皇为了顾及皇家颜面 选择将错就错 苏太医因此被抄家 弃而落欲而亡 所以 苏太医才不救皇室主人 我们走吧 可是王爷 我们都来了 走 遇到这点困难就放弃了 这可不是我云渠的风格 想要救好你的腿脊 苏太医是最后的期望了 无论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会让他同意 你放开我吧 你不要管我了 你快抖 你让这点困难你就放弃 这可不是我的风格 小卓子你放心 我肯定会顾你周全的 会是他 会是他吗 云渠出身娇鬼 怎么可能会是他 王爷体内的寒毒 越来越不像风格 再这样下去 王爷会被焦天雕 搬条命名 我一定会将你的腿脊症好吗 莫菲 苏太医 我知道 你因妻儿之死心中有怨 但是晋王他 贤命爱民 他日后毕竟有很大的作为 你真的忍心看着他因为腿脊 而生受耽误了未来吗 请您为天下苍生再考虑考虑 好 我身为王妃 也是皇室中人 今日 我便请皇室中人 向您赔罪了 我非不可 别过来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苏太医 今日 你别知道我贴你的欺儿偿命 我也无怨无悔 王爷 王辟都是有一心 定做不到如此地步 看来 你真心真意为你好啊 你真是 我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这样做 我 就别在我门口鬼的像个讨债鬼了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但是 我需要你替我做一件事情 您需要我替您做什么事 您亲自上山去给我寻一味药 此药长在最咸药的地方 您是沉实之前 你若寻到它 我便答应你替它医治 好 我这就去替您 寻药 你可想清楚了 此时林中大雨 随时的有可能发生徒风和山洪 你一个女子 您不必担心我 我愿意躲一躲 你这女娃 我又被ipper碰上 他病人 它不会硬 老公 deleted 吗 什么 你好 我担心 倒是和我胃高 他倒是好運氣 學吧 王爺 你別管我快去跟著他 說他有半點閃失 我拿你詩問 是王爺 是不是 看一下 你別管我 慢點王廢 王廢小心 哦 真實將過 中都徒勞無功 主婦 你小子倒是跟我一樣 娶了一個好老婆 小心王妃 楚雲你看 我找到了 你的腿疾又救了 王妃 王爺 我來吧 你下去 是 娘 要不好喝 阿群不要喝 阿群 乖 不要喝了 不要 我不要喝 阿群 就只有這個法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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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别烫着了 王爷 水温可还合适 感觉怎么样 王妃 你醒了 丫头 你终于醒了 烧已经退了 再休息休息便无碍了 你真是幸运啊 前期早十分难寻 竟被你竟敢碰到一株 前期早 前期早 是治疗腿疾最重要的一味药引 如果没有它 便是老妇 也束手无策啊 允许再次谢过苏太医了 以后不要叫我苏太医 我前半生久仁有贞 久轻无策 往后便是苏无策 你还我苏先生便可 那苏先生 晋王的腿是不是有救了 有我在 自然无碍 不过麻烦的是 他身体上的寒毒 需要费些时啊 那 劳烦苏先生 先别急着谢我 要想治好他 可以 但 我有个条件 苏先生 您之前 明明说 急什么呀 我这个条件 对你来说 可是沾了老夫的光啊 您的条件 是什么 老夫一身医术 却没有寻到一位传人 我看你胆大心细 又心智坚定 倒是 很合适啊 不知 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 云居一定好好跟先生学 不辜负先生的青睐 这样之后 楚瑜的退极 就更有把握了 还叫我苏先生 师父 师父说若无意外 你就可以完全站起来了 只是你身上的寒毒 还需要等等 他过几日 便去给你学药 带回到王府 便由我来 为你施针按摩 辛苦你了 我 本来就是你的王妃吗 王爷 南方案探来信了 说是沁水河的河道水间 果然有问题 河堤内空 烂若豆 沈夜 你好大的胆子 陛下 卫尘是冤枉的 陛下 锦王城上的万民报 桩桩渐渐都是在控火 你还敢跟我说冤枉 陛下 沈夜刚上任河道水间 不到两年 断然不敢如此造次 这当中 也许真的有什么内情 还望陛下明察 你还有脸替他解释 你沈家欺瞒朕的事情 可不止这一件 来 你跟朕解释解释 你老家的侄子 私下招兵买马 适合意图 你老家的侄子 私下招兵买马 适合意图 他竟然连这个也查出来了 陛下 微 微臣 说不出个所以然了是吗 清航 你说说 那些私兵 又为何会出现在你的府内呢 父皇 儿臣不知 那些人是儿臣的侧妃带进来的 二皇子 你怎可如此推卸责任 陛下 老臣检举二皇子 是他胁迫老臣为他招兵 一个老东西 事到如今还敢狡辩 父皇 儿臣虽然是娶了他的女儿 但正是跟儿臣毫无关系 儿臣自愿纠杀 玉林宫上下有任何问题 儿臣自愿承担 你紧张什么 你是朕最出爱的儿子 朕自然性 来人哪 沈家意图谋反 即刻出展 满门抄架 陛下 魏臣进去属实 陛下 二皇子 请你进去魏臣 好一个警方 二皇子先前还真是小看 不过谁言谁说 你走着瞧 小姐 快走 是不是沈夫人吗 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沈侧妃 沈家谋逆 我劝你还是莫要杜管闲事 狗奴才 你胆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就不怕惹弄二皇子吗 娘 你们在干什么 就放开我娘 娘你没事吧 沈侧妃 沈家谋逆 我劝你 还是莫要杜管闲事 狗奴才 你胆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就不怕惹弄二皇子吗 我等只是奉命办事 变成二皇子 也不能寻思舞弊 让开 沈和 莫要管娘 你好好服侍二皇子 只要你好 娘早晚会回来的 快走 沈和 沈和 娘 娘 早至今日 何必当处 现日 又是你对不对 沈侧妃你未免也太放肆了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们家王妃 是王妃又怎么样 若不是因为她当初陷恨我 我又怎么可能落到一个侧妃的位置 云居 你三番五次陷害于我 到底是何居心 你们沈家贪污修低营 换养私 落到今天的下场是你们自取其辱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有 别以为我是你身边那些丫鬟 任凭你打的不还手 黄英 我们走 沈侧你竟敢打我 沈侧妃 我劝你还是别太过放肆 不然就怕是连二皇子都保不住你 王爷 你怎么会在这儿 王爷 你怎么会在这儿 疼不疼 不疼 本王的王妃 也是你可以欺辱的 沐寒 在 算了 王爷 我已经打回去了 况且 他已经够可怜的了 咱们走吧 我们走 陰居 又是你 又是你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绝对不会 王爷 您的腿脊还未痊愈 又因为公务 操劳了一天一夜 这样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 况且 今天还是您的生辰啊 今日是 楚瑜的生辰 沁河河堤虽然保住了 但是今年的水患依旧严重 如今灾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让本王如何心安理得地休息 可是 今天是您的生辰啊 往年也都未曾大操大半果 过去就过去了 傻瓜 生辰成重要的事情 怎么能说过去就过去呢 好歹也应该吃碗炒充面啊 对啊 炒充面 终于做好了 是这下味道 太好了 进来 这么晚了 过生辰 不吃碗炒充面怎么能行 炒充 快吃了吧 吃是你做的 我手艺不好 你别嫌弃 很好吃 真的啊 你若是喜欢 以后你生辰 我都做给你吃 抱歉啊 我说的话 你别在意 我知道 你娶我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以后 你若是寻得了喜欢的女子 我不会赖着不走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必跟我说对不起 本身就是我缠着你嘛 快凉了 你快吃 我有些累了 先走了 哎 对不起 他与我有再生之恩 我不能辜负他 王爷 该泡药玉了 今日怎么是你 王妃说她身体不适 以后泡药玉这种事 就交给属下来做了 属下已经向王妃 学来了按摩的手法 试试 王爷 不是 来吧 王爷 怎么不见王妃 王妃说她身子不适 中午便不来用膳了 她是在故意夺我 今日饭菜怎如此无味 怎么会无味呢 这几道都是您最喜欢吃的菜 厨子也未变啊 罢了 毫无胃口 扯下吧 怕不是饭菜不合胃口 而是没见到想见的人吧 王爷 您找我有事 本王 王爷 宫中传信 邀您立即入宫 大批难民从都城外涌入 中卿家有何良策 父皇 这些难民从南方而来 朝廷自然有责任对他们负责 儿臣建议便由儿臣和六皇叔 代表朝廷和皇家负责此事 这提议不错 可是 如今国库亏空 这米粮又从何而来 父皇 先前沈家一案 儿臣多有疏忽 理当承担责任 儿臣觉得 我可以拿出一半 剩下的一半 就看六皇上 本皇子有户不利不作保 不缺颜色 粮食自然可以轻易着急 可楚狱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拿出这么多米粮 六皇帝 你以下如何 臣弟不敢推辞 好 那此事就全权交易你俩 务必妥善解决啊 什么 都城米粮殿的库存 半个月前就被收空了 谁干的 是 是季王妃 什么 竟然是她 给 谢谢 不客气 这都是晋王仁安 要谢就谢晋王吧 谢谢晋王 姐 你可真神了 你还真会做预言吗 你不知道 谢谢啊 你回来问爹 要那么多银子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疯了呢 多谢 什么 一万两 你当你爹我的丰禄 这么好挣吗 一万两 你这都是多少钱吗 姐啊 你可真敢讲 我平常只从爹这儿 要一百两 都得贤爱对骂 你可是遇到了什么难事 这突然间 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 不是 爹 您还记得 我上次跟您说的 预言梦吗 记得 怎么了 您不是想投靠晋王吗 那信下 就有一个 能给晋王 雪中送他的好机会 现如今 整个都城的米粮殿 都被咱们搬空了 这些灾民呢 是不会被饿死了 不过 二皇子的脸 应该被气绿了吧 二皇子跟进破身 这次让我们抢了仙剂 他一定会怀恨灾心的 以后我们要小心点 粮食可都藏好了 放心吧 都藏在城北的粮仓店里了 绝对不会被发现 还没有想到办法吧 二皇子 此时城内已无存粮 只能从城外调粮了 废话 那粮食调过来 黄花菜都凉了 二皇子养着你们 不是让你们吃干饭的 殿下 沈侧妃来了 他来干什么 不见 沈侧妃说 有替您解忧之法 快请他进来 清禾 你刚才说有解决粮食危机的办法 是什么呀 殿下 臣妾刚想起来 爹曾与臣妾说过 年前国库有一批尘粮 不小心受了潮 不经无人问津 臣妾心想 或许这批尘粮 能解殿下一时之危 可那些尘粮已经过期了 怎么能吃呢 我们自然不会用发了潮的尘粮 但是 我们可以用这批尘粮 偷天换日 什么意思 好 好 就这么办 清禾 你这次真是替我解决了大危机啊 想来 我们也许久没有亲热了吧 这些都是臣妾应该做的 兴渠 我说过 我不会放过你 气死我了 你鱼目楼的呢 请问你看 你怎么做事的呀 报怪我 阿征 出什么事了 姐 我正要找你呢 咱们的粮食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 你快看看吧 咱们不是刚买的新粮吗 怎么变成发霉的旧粮了 王妃 这都要怪我 昨晚我听到库房外头有动静 就打开库门出去查看 可刚出库门 就被打晕了 你是说 有人拿发霉的旧粮 换了咱们的新粮 会是谁干的呢 父老乡亲们 今日 我们二皇子和沈侧妃 体恤灾民 特意不周失粮 等会儿咱们在这边排队领舟 今日不献孤应 直到大家吃饱为止 谢谢 谢谢 那个八婆 那个八婆 原来是你们偷了我们的粮食 你这说的什么话呢 谁偷你家粮食了 这可都是我们二皇子 自掏腰包屯的新粮 怕我们抢了晋王的功劳 就胡乱污蔑人了 我呸 分明是你们用了发霉的尘粮 换了我们的新粮 我呸 分明是你们用了发霉的尘粮 换了我们的新粮 说话可得讲证据 红鹰 哎 你的狐鹰枪呢 你不要脸你 哎呀 都别说了 咱们没有证据 老师又没有手 那他们没办法了 那我们怎么办呀 先回王府再说吧 王爷 属下犯人检查过了 仓库里的新粮一袋不剩 全被人换成了发霉的尘粮 他们齐人太甚 我现在就带人把那些粮食 都给抢回来 我要一起用事 他们敢做这样的事 肯定做了万全准备 我们没有证据 现在去抢粮 肯定会落人把柄 当务之急 是要愁得新粮 漠失了人心才是 可是 都城内所有的粮食 都被咱们搬空了 我们去哪里愁粮食啊 莫凡 在 你去打听打听 城内有多少妇护有粮 是 姬王是想从那些妇护手中 重新酬粮 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 先赞用此机还一个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 可以酬的粮食 而且 不用花一文钱 什么法子 那些户部的奸臣 吃了多少年的油水 也该让他们为百姓 出出力了吧 不妥 二皇子把控户部 都无法榨出粮食 你就能 二皇子 不知道他们的法笔 但是我知道 别忘了 我会预言 这还得多亏个钱 是楚景鹏教我 做妖后的那些手动 可是逼出了不少 朝中大臣的阴似师 殿下 这些天 难免中已有不少 关于殿下 人心厚德的称奏 臣妾幸不如命 好 你做得很好 你这次 替我解决了大危机 真不愧是我的侧妃啊 等本皇子坐上了 那个位置 定会扶持你 做皇后的 不过 你还是要继续努力 这些啊 都是臣妾应该做的 殿下 刚传来的消息 晋王又重新 筹集到粮食 又开始在城门口布施了 他们是从哪儿 筹进来的 怎么可能 我明明让人 都把粮食 全部换走了呀 听说是 是从朝中重臣 手中筹集的 且以户部官员居多 还是晋王 为得说好 你多实在 人家小病小痛的 还管汤药 不像那边 说是不限工业 连米都不舍得给 狂染喝西汤 是啊 光要面子好看 有什么用啊 还是晋王会 劈劈咱们老百姓 为什么这样 还能让这个 建议特成 我不甘心 你去 我就不信 你能一直 幸运下去 皇爷找我有事 无事 无事的话 那我就出门了 还在生气 我想问你 在你心里 到底把我 放在什么位置 你若无情 就不要给我希望 而且我也说了 我帮你 不是因为私情 我说话算话 但凡你有心伤 我定不会 再缠着你的 若是真的无情就好了 否则本王 也不会为了你 辗转反侧 寝室难安 你 阿渠 再给我一点时间 本王一定会给你 一个好的交代 好 我答应你 救命之恩不能忘 可无意不该辜负 这份真情 殊是殊非 本王到底该如何去胜 殿下 帅 方才在大殿上 父皇揪着我好一顿骂 说本王子假仁假义 装模作样 反倒是那个楚狱 被万民称颂 受人景仰 本王子活了这么大 还没受过这种气 殿下莫要生气 殿下 臣妾还有一计 可以让晋王一日之内 身败名利 什么办法 快说 好 你这小脑袋瓜 还真甜灵光呢 看他怎么分盼 小心烫啊 来 给 姐 这几天不对劲啊 你总傻笑个什么劲啊 笑你管 晋王 我知道了 一定是跟我晋王姐夫有关 对不对啊 你们什么时候 给我添个小外甥啊 八字还没一撇呢 去你的 叫我多嘴 谢谢 大哥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大叔 你们这草药里有毒 你们花花不均的命 你这毒妇 你胡说什么呀 我嫂子说的没错 我大哥就是喝里面的汤药 才变成这样的 你们脚茬对不对啊 先别说 是啊 我看一下 真的有毒啊 这个汤药是我亲自做的 就算计量下错 也不至于致死 你们这个汤药里面确实有毒 这位大姐 你请我给你解释 我 不是这样的 大好看啊 你们打着行山的谎 他还可贵我们这里 可怜的叔叔 太娘千万不要信他 他就是看不起我们南方人 你给我们个说法 让开 你想干什么 他说的 怎么能这样 你们个说法 你们个说法 就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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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 亲吻在此 儿童谁敢造私 求求王爷 为民父做主 不是民父有意闹事 是这藤药里面有毒 吐死了民父的父亲啊 本王自会查明真相 但方才对本王王妃不诡之人 本王也不会放过他 将这些造私人 统统给本王拿下 是 六皇叔 此举怕是不太合适吧 原来是他 若这汤药里面有毒 难民也不是白白冤枉他的 六皇叔未经查证 就毒断专行 难道 平日里也是生命如草芥吗 怎么又是你们俩呀 上次大婚之日 还没跟你们算账呢 这次你们又憋什么坏呀 云公子这话是何意呀 难不成怀疑这毒 是我们下的不成 你空口无凭就污蔑我成皇子 这可是斩首的大罪 王守卫 在 王妃有何吩咐 去抓一只老鼠 老鼠 按王妃吩咐去走 是王爷 红莺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方才我确实试出 这汤药里有毒 但是银柴发黑的程度并不深 所以我想拿个活物来试一试 姐 你 你说明白点吗 我的意思就是 连一只小小的老鼠都堵不死 何以堵死一个大活人呢 连一只小小的老鼠都堵不死 何以堵死一个大活人呢 谢谢 谢谢啊 等我一下 谢谢 怎么样 事情办妥了吗 都在这碗里了 咱们两个就能光明正当 死鬼 还不快点 别被人发现了 说不准这人身子骨弱 经不起刺激呢 是不是身子弱 搜索不就知道 莫涵 属下明白 他 干什么 你 有 我 我 有 这 你 你们尽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夫君和兄长 你们简直很毒至极啊 各位老百姓们 你们可都看到了 这就是铁证 而等刁民 到底是谁指使你们 前来陷害的 快说 到底是谁指使你们 前来陷害的 快说 这和我们没关系 是一个陌生女子 给了我们这袋银子 让我们这么做的 要是我们不照做的话 就要杀了我们 我们也是被逼的呀 还好我特意交代春桃堵住了 就算事情败露 也不会牵扯到我头上 还不敢说实话 不寒 还不老实交代 我知道那女子是谁 就是她 不 不是我 我一直跟在小姐身边 从未离开过 随便找了两个人 带了一盒包银子 就可以信口胡宗 污蔑人了吗 姓王妃 你再不喜欢臣妾 这法子 未免也太捉累些了吧 我有证据 那女子虽然蒙着脸 但左手的虎口处 有一颗米粒大小的红质 你把手伸出来让大家看看 你看谁都没用 伸手 看来真相已经十分明亮 二皇子 国有国法 本王就不刻意 把人压下去 好好审问什么 究竟为何要草菅人命 坑害王妃 是 小姐 奴婢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呀 求您救救奴婢吧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吩咐你去害人了 请 你敢诬陷我 是您说这次要金王妃好看的 也是 闭嘴 黑蟹不够丢人吗 陈棠 自己做的事 我就自己承担 否得 你的家人 二皇子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都是奴婢做的 跟小姐和殿下没有任何关系 陈棠 你胆敢再撒谎 奴婢说的都是真的 六皇叔 真是好手段 今日 真是让我大开眼睛 你们走 慢着二皇子 沈测妃是人命如草芥 难道你要包庇他不成 古人有云 天子犯罪与庶民同罪 难道就因为他是你的侧妃 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草芥的命还能出去 这二皇子肯定也不是个好东西 这还是人受益的 好 你们既然要一个交代 那本王就给你们一个交代 够了吗 你别走 算了阿张 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 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况且 沈清禾也没有落到什么便宜 以出景恒的作风 他叛事 没有好下场 成事故族 不败事有余的宠祸 皇子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皇子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殿下 殿下 是臣妾错了 你再给臣妾一次经过 为了你无数次经过 是你自己不知道许臣夕 再也不想见到你 来人 把他东西搬到秘院去 进入 进入本王子的寝殿一步 是 殿下 不要 走 殿下 殿下 于先生到了 快请 是 殿下 于先生 于先生 你可算来了 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日子里 本王子可谓是焦头烂海 此次回来 是带回什么好消息的吗 殿下莫及 老夫此次回来 确实给殿下带来一条妙计 此际 专对晋王 必定功课 是什么妙计 殿下可知 晋王与云家女成婚以来 始终分院而去 你是说 他们从来没有通过吗 因为晋王心中 始终挂念着另一名女子 而老夫的妙计 便是从此女子身上着手 说到这里 老夫要向殿下介绍一人 你女秦兰 参见二皇子 这是 此女子便是能助殿下 公国晋王的最大宠慕 王爷的腿疾如今已经大好了 若能再将寒毒根除 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本王腿伤痊愈之时 除了你我 莫寒之外 暂时不可被第四人知道 我知道 这段日子辛苦你了 这本来就是我身王妃应该做的 只是因为是王妃吗 阿曲 本王说过会给你一个交代 这段日子本王仔细想过了 报 王爷 宫中即兴 要你入宫 那你且在府中等我回来 今晚我一定会好好给你一个答复的 好 我等你 我也 慢点 恭喜小姐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很快 通知厨房准备准备 过得尽怀 爱与恨罢 谢谢 小姐 王爷兴趣有什么事耽搁了 不如您先吃 我 再等等 重致 你快去府蒙高守着去 他要是就回来 你可回来通知我 是 小姐 小姐 王爷回来了 这天都亮了 才回来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王爷带了个受伤的陌生女子回府了 你 什么 王爷 兰儿终于找到您了 兰儿不求其他 只求能常伴在王爷左右 兰儿就心满意足了 你先好好休息 其他事宜待你痊愈之后再说 王涵 在 先出去 是 恭喜王爷 终于找到恩人 这就是他年年不忘多年的女子 那便是因为他一夜回馈 王爷 秦姑娘为救您所伤 您是否要给她个名分 你竟然真打送给她名分 那我呢 我在你心里又算什么 秦姑娘为救您所伤 您是否要给她的名分 您暗中派人查清此女生 您难道怀疑 他所言 虽与当时情况基本吻合 荷包之事他也执行 但本王觉得 他此时出现过于粗情 是 属下这就去查 此时是否要跟王妃说一声 属下听洪应说 王妃昨夜等您一宿了 先不必说 他现在时日都提前知晓 他恐怕会打草惊蛇 此时我往后会与他解释 小姐 把这些东西都拿出去喂狗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信他一句 洪应 这些东西 洪应府 小姐 阿杰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吗 我给王爷和王爷的欣赏人留位置 省得我在这儿给你们俩阿姨 阿杰 阿杰莫闹 本王可以和你解释 王爷 这位是靖王妃吧 民女秦兰 参见靖王妃 民女秦兰 参见靖王妃 王妃莫生气 王爷是在意王妃的 只是兰儿按摩王爷 卢王爷留下兰儿的 但是王妃放心 兰儿不求民费 只求能随身伺候王爷和王妃而已 你看 你看 这不就是要纳妾的意思吗 你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本王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 你就放我回云家 本王 王爷 王爷 我好了 宫外传来急诈 说南方突起瘟疫 陛下召您 杰克入宫商讨对策 瘟疫 怎么还会有瘟疫呢 小姐别担心 王爷只是进宫一室 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不是在担心这个 那小姐是在担心什么 可见是水患过 确实是起了瘟疫 但这一室何定乱 我还特意提醒楚瘀 在南方缓铺了他药铺 可能还会产生瘟疫 不好 师父在南方寻药 他会不会也遭遇不测 王爷 镜王乃真龙天子 放肆 父皇 现在都城的百姓和难民 都以镜王为尊 眼里哪还有您的存在啊 况且 儿臣还听到过 更放肆的传言呢 还有什么 说是您来位不正 窜取了镜王的位置 大难丢命 竟敢如此非一阵 主盖坑 给坑杀掉 朕后代他这些年 没想到竟然了一头白眼狼 当年就不该心思手转 只要了他一双头 等等 难道这么多年他那腿筋 你都是故意装给朕看的 父皇 朕明白了 传言之事稍后再一 我费了如此大的力气 才散播出这些谣言 父皇才会这般不咸不淡地反应 晋王殿下到 六皇帝来了 朕正好有事找你商务 六皇叔 父皇前真的不打算追求 你看看这份奏折 南方突发瘟疫 五天之内已经死了数百人 满朝上下不一人有益 不知六皇帝有何良策呀 朕如此不小心 没事吧 来 赵太医 臣弟 无事 就不劳烦太医 这父皇到底在做什么 水这么烫 腿没事吧 皇兄 南方瘟疫之事 耽搁不得 此点小伤 不足挂齿 还是正是要求 瘟疫之事 须仔细珍得 请皇兄给臣弟一晚时间 容臣弟仔细想想 行 朕就给你一日时间 锦航 你也回去好好想想 是 父皇 哪人叫崔统领来 宣崔统领觐见 立正 今晚 你替权局办件事 王爷 速去召集人手 皇兄与队保皇生命 今晚 他是会派人入府制的 务必保护和王妃 是 王爷 楚瑜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把我和他锁在这 你为什么把我和他锁在这 你以为你把我锁在这 我出不去了 王妃 若是兰儿惹您生气的话 您教训兰儿便是 为何要迁怒于王爷呢 王妃未免也太过霸道了 宠玉 你这个混蛋 你倒是给我回应啊 小姐 您都喊了大半个时辰了 等会儿再喊 行不行 是啊 王爷公务繁忙 咱们作为女子 更应该通情达理 给我闭嘴 王爷 您为何要将秦姑娘和王丰放在一起 若是她是皇上的奸戏 王妃岂不是很危险 非议 若她真是皇兄派人 将她与王妃放在一起 她才更不会轻举妄动 毕竟皇兄的目的在于本 您是说她会报信给皇上 皇上就会知道您在府中的位置 您是以此来转移目标 保护王妃 此时以后 此还无动静 王爷 不好了 王妃院子有刺客袭击 什么 你这不信 今天这大门 还戳不去 小姐 小姐 这怎么回事 小姐 怎么怎么办呀 他们是谁 他们是来杀我们的吗 从窗户逃走 红颖 你先带秦耀再走 他身上还有伤 小姐那您呢 你别废话了听我的 快走 走 啊 红颖 秦岚 你这是做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啊 啊 阿群 王爷 你终于来救我了 阿群 啊 王爷你受伤了 红颖 你怎么样了 小姐 红颖没事 王爷也受伤了 您去看看王爷吧 他又不是因为救我才受伤 自然会有他更在意的照顾 我们走 啊王爷 王爷 只抓到三个 剩下的您都跑了要追吧 不必了 秦姑娘 本王还有钥匙 这先不留 那是王爷 您的伤害 来人 送秦姑娘回房 是 王爷 你快传对付 不妨 先处理钥匙 说 谁派你们来的 王爷 都不足自尽了 认识他们不熟了 本王也猜 除了本王的那位好黄熊 还能试试 王爷 王妃对您似乎有些误会 您不跟她解释解释吗 本王腿疾以欲致时 她是瞒不住了 往后留在本王身边 只会更加危险 此时她选择远离我 也许并不是坏事 今日是本王疏忽了 想不到秦岚并非黄熊之人 是属相无能 未能尽快查明秦岚的身份 无关于你 本王既选择在南方 水患知识上漏头 便早就该猜到 会有这样一点 韬光养晦这么多年 是时候该反击了 怎么可能 他的腿疾是假的 怎么会这样 会不会是消息有误 不会有误 这是秦岚亲眼所见 也感谢正殿那位 动用了御林军 竟然是父皇动的手 父皇为什么要这么做 殿下可曾听说过一个传言 当今陛下来位不正 当年先皇忠义的传位之人 本是晋王 后来因晋王双腿残废 才该选的陛下 我一直认为这是个传言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现在看来 这个传言不仅是真的 怕是当年晋王腿疾 与当今陛下 有莫大的关系 你是说 怎么可能 老夫看来 现在对殿下来说 是个绝佳的机会 什么意思 殿下可借此次瘟疫 和陛下对晋王的忌惮 咱们来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直取 席位 朕听闻昨夜王府遇袭 可抓到人了 抓住了三人 但都已糊涂自尽 这样 皇帝莫过于担心啊 身体要紧 多谢皇兄关心 皇帝 关于瘟疫一事 可想好了 父皇 关于南方瘟疫之事 儿臣倒有理责 今日你为何如此积极 你且说说你的良策 南方瘟疫 儿臣以为 礼当派出朝廷重展 和皇家之人前往 而此人 非六皇叔最为何事 而此人 非六皇叔最为何事 是啊 陛下 只有晋王最为何事 晋王是不二人选 对呀 朕怎么没想到 只要跟他打发去了南方 别说瘟疫传染 即便他向恩无事 朕也有的是机会下手 中绝后患 六皇帝 你可愿意承接此事 臣弟 领旨 好 你们到底要关我到什么时候 你们两个下去吧 是 王妃 您现在可以出府了 王爷的伤 怎么样了 太医来过了 并无大碍 可是 怎么了 王妃 王爷本来不让我跟你说 但我觉得不能瞒着你 皇上让王爷去往南方 明日一早便要起床 他是不想让您跟着一起犯险 所以才同意您出府的 他是不想让您跟着一起犯险 所以才同意您出府的 他要被派去南方 不对 前世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怎么会突然变了 还有那我 也来得十分蹊跷 不行 我不能休说不轨 那 我也不回去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南方 不准 此事与你无关 你不是想回家吗 本王现在给你自愿 你即刻出府回云家 我想去哪儿 是我自己的决定 你管不着 阿渠 你在闹什么闹 那瘟疫造成数万人死了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没有必要为本王犯行 我才不是为了你呢 我是为了南方的百姓 为了师父 你也别忘了 我可是会做预知梦的 我在梦里可梦到过 一张能够治疗南方瘟疫的药方 你知道针对瘟疫的药方 但是 我未能计权 所以 我一定要去南方 找到苏先生完善他才行 可惜我前世并未留意瘟疫之事 不然这药方 我定能计权 你将药方写下来 由本王带去南方 你留在京城 我不 你休想撇开我 阿渠 你怎么就不懂本王的心 若你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王爷 兰儿听说 您要去南方治理瘟疫 你把兰儿也带上吧 兰儿就是死 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兰儿就是死 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好啊 你口口声声说 是因为担心我 原来你是想和他 双死双妻啊 楚瑜 你混蛋 你 老儿是不是又惹王妃生气了 齐兰 你不是想跟着我去南方 本王便成全 去收拾东西吧 谢谢王爷 阿渠 本王硬了便是 不过这一路 你不可离开本王的视线 知道吗 明日便启程 你今日若想回家看看 便回去吧 替我向岳父岳母问时候 金王妃 你请你 可离开本王 不过 小姐 王爷怎么走了 皇英 拿上东西 咱们回趟家 金王妃 我们家主子想跟您谈一谈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我们家小姐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吗 你们家主子 是二皇子 正是 小姐 不能去 走开 不见 那可就由不得晋王妃了 阿絮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把我弄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 你可别忘了 现在是晋王妃 那又如何 如今晋王马上就要没命了 其实 你这个晋王妃也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你说什么 你敢对晋王动手 本皇子才没有这个闲心呢 是父皇想要他的命 如今他犯了父皇的忌讯 不然也不会被派到那种要命的人 什么意思啊 怎么可能呢 他和晋王可是一母同步的亲兄弟啊 亲兄弟又如何 比起皇位来说还不是会自相财商 阿絮 有个事你还不知道吧 当初晋王那双腿 可是父亲设计陷害的 怎么可能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是多么要好吗 只要愿意回到我的身边 等我当上皇 我一定会让你当上皇后 好吗 喂 你做梦 我知道 你从未与晋王妃 要我的第一次 为什么你做梦子 这辈子 你准备是把梦子弹 敢动本王的女人 烟有命的 初遇又是你 之前的战我还没找你算呢 今天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二皇子怕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现在是你在调戏本王妃 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 难道 你想左右右抱不成 再相信我一次 本王一定会给你一个 你就会说这些来逃塞我是不是 我没有这么近 你就守着你的秦姑娘过去吧 南方的事情解决之后 我就跟你合理 阿琪 王爷 路途遥远 我们就在此歇息片刻吧 王爷 这是兰儿特意为您准备的橘子 尝尝 可甜了 这是兰儿特意为您准备的橘子 您尝尝 可甜了 你敢吃个试试 王爷是不喜欢橘子吗 那兰儿再给您削点苹果 王爷喜欢吃什么 兰儿就准备什么 你们吃吧 我出去溜达溜达 王爷 王爷 兰儿是不是惹王妃生气了 没事 她性子比较直率 村上还有一些点心瓜果 你去收拾收拾 好 刚刚我还看见那儿有一条小溪 我先去把瓜果洗一洗 王爷 既然已知道她身份有假 为什么不直接将她生情了呢 我这一路上还担心她生乱呢 等的就是她出乱祸 若本王没有猜错的话 她很快便会露出马脚 今晚你务必看好王妃 不能让她有半点闪失 是 王爷 丑出血 叫你朝三暮死 左右右宝 我再理你我就不幸寻 叫你朝三暮死 左右右宝 我再理你我就不幸寻 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 我们人手足够 只要你按照计划行事 我保你无事 今晚就是晋王的死期 什么 秦来要谋害楚瑜 她不是楚瑜的恩人吗 不行 我要去通知楚瑜 不能让她得胜 楚瑜 那个秦来不是什么好人 我刚才亲眼看到 她在树林里和一个黑衣人 计划谋害你 阿徐 本王知道你不喜欢青兰 但是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是啊 我刚才还在树林里面找柴火呢 也没看见什么黑衣人啊 我没有撒谎 她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楚瑜 你进来也要靠近她 那定时有什么阴谋的 王妃 兰儿不知哪里得罪了王妃 王妃要这样诋毁兰儿 兰儿 兰儿爱慕王爷还来不及 又怎会对王爷不利呢 王爷 你要是不信任兰儿 你可以将兰儿绑起来 本王怎么会这样做 你放心 本王信你 楚瑜 你真的是色令至婚啊 为了美色你 你连病都不要了 好 既然你不想你 我也懒得管你 王爷 兰儿 是不是又惹王妃生气了 无妨 她性子急 一会儿便好 那 兰儿再去给您拿点水来 这儿有些瓜果您先吃了 好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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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 莫侍卫 你也喝点吧 王妃 王妃 吃点东西吧 不用你加好心 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下毒 拿走 王妃何必对我这么大的敌意呢 我也只是奉命办事 奉命办事 奉命办事 我就知道我没有听错 你果然是有问题 楚瑜 泰你这 现在就只剩你一个人 你想干什么 楚瑜 泰你这 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人 你想干什么 静王妃 我们的目标本来只是静王啊 是你自己要送上门来的 特于是 你们休想动他一根手指头 就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杀了他们 他可杀不了 我们主子特意交代 必须要留静王被活口 且要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带他回去 你们主子 你们主子难道是二皇子 原来你这二皇子的人 现在知道的太晚了 给我杀了静王 崇玥 崇玥 你们 怎么可能 我明明亲眼看到你们喝了水囊里的时候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从你出现的第一天就开始怀疑你了 我是为了引出你背后的人陪你演了一出戏 原来他之前都是装的 那是我想瞧了王妃 说 二皇子还交代了你们什么事情 王妃的恩人的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是于先生告诉王爷 于先生摆通了王府里的下人 从下人口中亲口得知 于先生又是谁 于先生神通广大 你纵然是王爷 早晚有一天也会送给他 还敢猖狂 快说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除了二皇子 没人知道于先生的下 此人来路不明 莫函 给都城去信 好好查查这位于先生 是 你们不会得逞的 于先生的聪明过人 他 小心 来 还得何人 要你们命的人 楚昱 楚昱 怎么样了 啊 淑于你怎么样了王爷 他这是怎么了 王爷的寒度又发作了 这次没有解药恐怕是 那怎么办啊 千万不能让王爷睡着 王爷睡着恐怕就再也先不过来了 怎么办 王爷王妃你们先走 这里交给我们 你要小心啊 你放心吧快走 淑于 阿娟 别管我 你先走 你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 有时再不提款 我现在就大喊 让那些追兵忙忙都杀了算了 阿娟 淑于 淑于 你别睡 你别睡 你起来跟我说说话 淑于 阿娟 我这辈子 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遇到了你 我说过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我之前因为恩人之事 对你有过犹豫 但是现在 你别说这个 我不在乎这些 可是我在乎 我怕我现在不说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阿娟 我想清楚了 总是我背上 王恩负义的罪名 这一生 我也只爱你一人 淑于 淑于 我必须找个地方 让她暖和暖和 等等 这里似乎有些出息 我知道了 淑于 快醒醒 淑于 你醒了 这里怎么这么书类 难道是 吓死我了 星宽我突然想起这儿 有一个隐秘的地方 带你进来生活暖身 不然 你这条小路 就没了 你想起来了 以前来过这里 我小时候就来过这儿 那时候我贪玩 经常跟着云禁 还有好几个表哥出来打猎 有一次我在林子里迷了路 我 我还救了一个小瘸子呢 还救了人 自然 那个小瘸子 也不知道忍诺了谁 好多杀手追杀他 那天 就跟今天一样 我背着他跑了好久 才找到这个秘密山洞 躲过了那次追杀 你可还记得 当时那个小瘸子躺在哪里 就在这儿 不过 后来我表哥他们 找到我了 我就没来得及跟他告别 只找了附近的村民来照顾他 我们呢 在这儿之后 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 对了 那天我还丢了一个 我娘亲手给我绣的荷包 阿曲 本王终于找到你了 造化弄人啊 想不到本王找了那么多年 那个人就在我身边 但愿你初心不悠 你是说 你就是那个小瘸子 算上上一次 你总共救了本王两次 按照民间的习俗 本王应当 以身相许才是 实际上你以身相许 我才不喜欢你 哦 是吗 那前两日 甘吃飞醋的人又是谁啊 我 我不理你 你去 在这次南方未易解除以后 我们回到图城 本王会给你补白一次圣诞的会 从此以后 我们两个就再也没有封开了 好吧 好 原来情是他对我这么好 是因为年幼时的救命之力 说我早些记起来这些就好 幸好老天给了我重新再来的机会 王爷 阿曲 真是你们啊 师傅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住在这附近 刚才上山采药 听到这里有熟悉的人声 我就醒了过来 我还以为听错了 没想到真是你们呀 你们 发生什么事了 说来话长 王爷 你看 这就是旧草 我这次来南方啊 就是为了寻他 王爷 你的寒毒 有救了 王爷 你的寒毒 有救了 太好了 辛苦 苏先生 老夫 也并不是为了您 老夫这次上山采药 主要是寻找 根治瘟疫的良药 可惜啊 对了 师傅 我还有证事要找您 这个方子您看一下 你们是从哪弄来的 这药方 如果再能完善几分 便是一张 能根治瘟疫的良方啊 苏先生可有法完善 这里边的几味药 需要费些时日 我担心 村里面的村民 等不及啊 村民 我就住在这附近的村子里 那里 已经成了瘟疫的重灾区 王爷 你还是不要随便靠近的好啊 附近的村子 难道就是当年我委托 照顾处遇的那个小村子 苏先生 本王这次前来 就是为了根除瘟疫 还请苏先生带路 我们要去看看那个村子 你们 我也是 好吧 好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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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大夫 求您救救我夫君吧苏大夫 快跟我去医馆 呃 多谢 王爷王妃 不必了 好好养生 莫氏尾 您怎么也在这儿 我是被当地的村民带到这儿来的 我还想上山找你们呢 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 还好你们没事 不然属下 没关系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祖爷凶险万分 你已尽全 有功无功 这是苦了当地的村民 属下听说 慢点啊 王爷 昨夜第二波杀手 身法训练有素 想必是御伦军的人 看来本王的那位好皇兄 终于还是动手了 二皇子和皇上都想对您不利 如今您远离都城 想必他们是早有预谋 你即刻去信都城 传本王几道命 是 此杀失败了 秦岚也死了 是 但是在我们之后还有一批杀手 晋王几人被他们打散 逃向深山 不知去向 还有一批杀手 难道是父皇 等等 你是说 他们已经知道你们身份暴露的事了 看来父皇已经知道 暗中培养杀手的事了 完了 全完了 殿下何必担忧 于先生你不知道 父皇圣相多疑 之前我豢养私兵之时 他已经对我心生一道 如今 还是对我更没有希望了 殿下雄才大略 何必因这点阻碍便自暴自弃 照老夫看来 此时才是对殿下最有利的事迹 那什么意思 既然陛下来位不正 那咱们便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 你是说 篡位 我是护血 焉得无子 好 本皇子便听你的 药王好了 趁热喝 汉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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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把他扶起来 苏先生 快来看看 阿群 他到底怎么了 苏先生在说我 这几日 竟然没有注意到他 他这是染上了瘟疫啊 你一定要救救他 阿群是老夫唯一的徒儿 老夫自然会救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这药方 缺了最重要的酒味药 现银着的法子实在是太慢了 村民和阿群等不及 除非 师父先生 但说我 除非有人甘愿使药 师父 我愿意使药 阿群啊 你可要详清楚 这药方性恋 使药的过程十分痛苦 腹性和呕吐 只是最轻的症状 严重的 会危及你的性命啊 我知道师父 但若能解救百姓 我死而无恨 阿群 你胡说什么呢 初遇 我能为你和百姓做的 你就只有这些了 好 那本王 就陪他一起试 王爷不可呀 王爷不可呀 本王已下决定 阿群 这些百姓 也是本王的子民 本王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爷 你二人心怀天下 你放心 要是老夫拼了这条老命 也会研制出解药的 王爷不可呀 两次都吹几旁 你你却爱传奇 也像不弱的宋明 但一句错不 阿群 在你 双花红薛 双肩伸风沙掌 阿群 你已经陪了我很多次了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不能再为我倒下来 傻瓜 本王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你 阿群 这次 有没有感觉不舒服 好像没有 不仅没有 而且更舒服了 好像没有 不仅没有 而且更舒服了 太好了 试了这么久的药 终于有所进展了 万事开头难 现在确定了药性 解药 很快就能研制出来了 这都得谢谢你啊 对了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根治寒毒的解药 已经研制出来了 王爷 你的腿肌 可以痊愈了 太好了 王爷 你再也不用受寒毒之苦了 阿群 怎么样 已经完全好了 真的是解药 我们有救了 谢谢苏神医 谢谢苏神医 要谢啊 就感谢晋王 晋王妃 没有他们给你们食药 这解药 何时才能研制出来啊 谢谢王爷 不必这样的 快起来吧 都起来吧 没想到前世 百姓对沈青河的称号 落在了我的头上 命运还真是奇呢 阿群 你为他们牺牲这么多 这是你感受的 都散了吧 谢谢王爷 谢谢王妃 王爷 正如您所料 只瘟疫源头 有些奇效啊 过去说 是 查到什么 属下查到 这瘟疫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早在数月之前 敌国也发生过同样的瘟疫 属下还查到 有人花钱 买通了一位村民 故他将一具死尸 丢到了村中 唯一口井水里头 属下还查到 有人花钱 买通了一位村民 故他将一具死尸 丢到了村中 唯一口井水里头 那具尸体 捞上来了吗 捞上来了 穿的正是帝国的服饰 还从那位村民的口中得知 顾他的那个人 正是于先生 是他 这么看来 二皇子是有通敌卖国的血 为了一起思虑 竟拿数万百姓的性命作举 此等凶环 若让他顺利登基 真乃万民之灾 二皇子真是歹毒啊 不止是歹毒 本王料想此时的都城 怕已是风雨欲来 你再去据本王传几道命 切记 务必小心 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 明日一早 我们便反身回都 是 南宫文一解说了 陛下 晋王夫妇抗议有功 应当大大奖赏 还有 听说他们二人途中遇刺 有人敢对皇家行刺 此事应当细查 此事荣厚在意 陛下 此事拖延不得 如今 百姓对晋王夫妇多有爱 先前已对朝廷 不顾晋王腿急 调派其前往南方抗议一事 颇有微辞 此时 应当顺应民意 才为上策 放肆 云昊 你口口声声 一个晋王 一个晋王妃 你到底是朕的丞相 还是他处于的丞相 微臣不敢 微臣只是口述事实 望陛下三思 望陛下三思 你们 还望陛下三思 我还真是小看了 臭与的男人 朝中竟然有这么多 重臣拥护他 不过 他也只能猖狂到今日 想造反不成 难道保天 陛下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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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把这个送查的奴才 给我带下去 是原相指示我的 他够见晋王早对陛下 不臣之间还拿奴才的老母 威胁奴才下毒 请二皇子和各位大臣 替奴才做主啊 好你个云相 你居然敢谋害父皇 你个狗奴才 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你装的倒是挺像 来人 把这个狗奴才给我带下去 殿下 怎能仅凭一人之言 便妄下论断 况 云相治国有功 不可妄断哪 是吧 殿下 父皇后娘娘到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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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听来的正好 这个小太监信口雌黄 无冕云相 毒害陛下 此事万不可轻率论断哪 放肆 本宫在门口听得 均清楚楚的 你们还有何话要讲 来人 把云相给本宫拿下 来人 把云相给本宫拿下 皇后娘娘不可啊 我看谁还敢维护罪臣 走 现在都城也是本皇子的天下 汗烟有灭灰 娘快走 娘娘 娘 娘你干什么 娘跑不动了 你快走 金厨一定要找到您姐和静王 告诉他们 千万别回独城了 娘开门呀 快走 你是晋王府的人 那这车里的是 放肆 宣到了静王和静王妃的座驾 还不愧会让行 等的就是你们的人 来人 给我全部拿下 莫首尉 发生什么事情了 谁这是你们这么做的 放我们出去 到底要干什么 楚静恒 是不是你 这个小人是不是又是你 阿渠 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不愧是本皇子看上的女人 真聪明 楚静恒 到底想要什么 应该问你想要什么才对吧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涉嫌谋害陛下 和你娘已经被押入大城了 择日问战 不可能 我爹对朝廷忠心耿耿 他 是你对不对 是你在下海他对不对 是我又如何 现在整个都城都是我的了 你又能怎么样 王爷 求求你 救救我爹和我娘 他现在自身难保 怎么救你呢 楚瑜 听说寒毒的滋味不好受 我这正好有一方可以缓解寒毒的敌国密钥 只要你修了他 我便把药给你 且饶你 好 我答应你 好 我答应你 楚瑜啊楚瑜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阿渠 你可看清楚了 这就是你死心塌地跟着的男人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现在能救你的只有本皇子我 皇爷 你当真要对阿渠如此绝静吗 对不起 好 我再也不会救你 二皇子 只要你能救我爹和我娘 只要你能救我爹和我娘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好 本皇子从来没有一天像今天这样开心过 阿渠 你一定不会后悔你今天做的决定 只要你与我成亲 我便保你父母不死 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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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皇子 这些狗奴才真是狗眼看人帝 请拿这些东西敷衍小姐 奴婢这就找他们算账去 等等 我现在只是个不受宠的侧妃 又有什么资格甩脸色 可平日里您可是没少打赏他们 无论如何 他们也不能这样对待您 罢了 我如今也看明白了 这后裤根本就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 我只是有些不甘心 我为她付出了那么多 她却从不把我放在心上 小姐 哎 你听说了吗 咱们殿下将禁王妃接到宫里来了 当然听说了 这位禁王妃还真是厉害 下了人还能让殿下对她那么多 云屈 又是你 云屈 又是你 小姐怎么办 她现在小人得志 会不会找咱们的麻烦 沈策妃 殿下传经去前殿 小姐 该不会真让奴婢说中了吧 该来的躲不了 走吧 殿下安好 你是没长眼吗 只看见本皇子一人 见过禁王妃 什么禁王妃 再过不久 她便是本宫的正妃 也该叫她一声姐姐 正妃 人家你是疯了不成吗 她和禁王 可是陛家亲赐的婚 你是这样做 会让满朝文武和百姓 对您非议的 非议 轮得到你对本皇子指手画脚 这不是因为你坏了本皇子的好事 本皇子又怎会娶了你而错过阿渠呢 殿下 殿下 你怎么忍心对臣妾说这么重的话 臣妾为了你 家破人亡 你难道对臣妾 一点连爱之心都没有吗 成大事 不拘小结 何况你们沈家出事 是因为你自己不够聪明 跟本皇子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这些年你们靠着本皇子 吸了朝廷多少惊喜 替本皇子挡挡灾又怎么了 又算得了什么 好啊 说得好啊 王我方才还在为你担忧 原来都是我自己在翻肩罢了 既然我这一辈子都被毁了 那我也要拉着他 被我杀金鱼 被我杀金鱼 你 看来本皇子对你还是太过认识 来人 慢着殿下 你还要为他求情吗 我不是在为了他求情 是为了殿下您考虑 是为了替你理罪 还莫不经历这样的下阵 你模着他 日后还能向别人展示您的感恩念旧 对您有百里而无遗憾 好 阿渠 你果然聪明 本皇子就留他一遍 如果再有下子 本皇子绝对饶不了你 多谢殿下信任 阿渠 这边呢 就交给他们来处理 本皇子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跟他们说 是 是 沈清禾 众叛亲离的滋味怎样 要杀要管 西庭尊贼 我为什么要杀你 杀你对我有何好处 原曲 向来是刺猪比较的鞋子 你不杀 难不成跟我做朋友 你猜对了 我便是要与你握手言 你猜对了 我便是要与你握手言 你说什么 原曲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沈清禾 你难道还看不出吗 那个楚景林 他背信息很独武器 已经害得你沈家家破任务 你难道还要为了他 放弃你的一生不成 那又怎样 你可不想 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 你非要依靠他人 沈清禾 你本是都城第一才 自小保罗师叔才冒出注 你困在这红瓦高墙之中 才是抱歉天物 真正的宿 该是在更广阔的天地里 逍遥自在才是 是啊 我自有的梦想 是当我朝第一女神 可没有想到 我为了一个男人 紧紧盈盈盈 却落得如此甜蜜 我还有挣脱牢笼的机会吗 当然 机会就在你 只看你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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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你刚才是在 假翼英雄二皇子 林雪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只说 你愿不愿家子 做自己 好 我便信你 吁热 母亲 太超了 可真是 这 你 跟我说 怎么 吁热 你 不如 早点歇息吧 天色也不早了 不如我们早些歇息吧 别吓了 老师你怎么 是看着风寒了吗 不是 殿下 有一件事情 阿渠一直没跟您讲 前几日 火随晋王去南方 不慎感染了瘟疫 不是 殿下 虽然我感染了瘟疫 但是我已经难了 过几日病了痊愈了 我不是不肯伺候殿下 我是为了殿下的健康考虑 殿下再给我几日时间 殿下 阿渠说得对 你身体不适 自当好好休息 本皇子 过几日子来看你 殿下 延悶 我们都很快 听 于衣 语 云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儿 阿征 你这是 阿姐 姐王姐夫 你们现在千万不能回都城 爹娘被抓走了 你说什么 爹娘被抓走了 现在都城门口 全是二皇子部下的兵马 你们回去都等于送死 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回去 爹娘呢 我不可能不救他们 可是 逃避不是办法 想要救回岳湖越墓 我们必须回去 卓妍 你是不是有办法 倒是有个法子 不过需要你我一记眼出信 这几日想我吗 简直 度日如年 辛苦你了 这都是我自愿的 不仅是为了你和爹娘 更是为了全天下的百姓 出镜和狠毒专和 他根本不配为你 再人几日 对了 你的父母被压在大牢之中 那里看守严密 说不想打草惊蛇 是设法让他们转移出来 嗯 这几日 我去想办法 把他们转移出来 好 出镜肯定不会知道 那些大臣假意投诚 实际上 是在假意奉承 即使 早就被你在暗中 收入麾下 这还得谢谢你 若不是你告诉我 南方水患的事情 我也不会提前设下这些 你的预言梦 可是救了不少无辜的百姓 楚瑜 有件事情 我一直没有跟你谈判 我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开口 有路在心底 他一朝轉 要跟给你享受的什么就是 我的天 annual 初愿 这辈子我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就是跟你在一起 我为何照不是 喀 哈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陛下如今昏迷不醒 我这里有一瓶药 能够解答身上的毒 虽然不能根除 但是可以助他清醒过来 你要我帮你去喂药 你为何不自己去 你以为楚景衡会轻易相信我 我看似得重 可是眼下到处都是他的眼性 所有事情 只有不会引起人注意的你去做 才最合适 好 我坐 陛下 我是来救你的 但您若不听话 外面的人就会听到动静 您现在 只要听我说话别高 陛下 我实话跟您说的 毒害您的人不是晋王 而是您的好儿子 楚景衡 他现在掌控了朝廷上下和皇宫 就连皇后 也与他狼狈为敬 您若想活命 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那就是和晋王殿下活动 你要是同意的话 便顶头 主景衡 你的好事 你的好事自马上就当头了 奉天承运 代皇帝诏曰 云家敌女云渠 温良敦后 秀外惠中 堪当国母 则三日后登基大典 签此 殿下万万不可呀 这世上哪有侄子 去审慎这番道理 殿下如此行事 实在是荒谬啊 殿下 此事余礼不合 万万不可 放肆 本皇司取个正妃 还需要你们同意吗 殿下三思 来人 把这个老匹夫给我带下去 楚景衡 你往故人伦 我朝有此昏君 唯一 好 现在 你们谁还敢质疑我 近几日 他可有什么动静 回禀殿下 云小姐整日待在屋内 为怎么出门 很好 殿下 阿渠 阿渠 近几日过得还好 阿渠过得很好 请殿下放心 好 三日后 便是你我大婚之日 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 是 阿渠 怎么了 殿下 阿渠有个不情之情 你马上就是我的皇后 有什么不能说了 尽管说 在大婚之前 我想将爹娘接住 在大婚之前 我想将爹娘接出来 可以吗 我当时什么事 你我马上大婚之日 说不定了 老师 你怎么办 你现在要 你不能这么做 你也不能做 你还真是 您 把你帮着 你帮着 天下慢走 你这傻孩子 怎么能为了我们答应 嫁给这种人 阿玄 晋王待你不保 你可不能做出 这种荒唐之事啊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就快被我爹娘骂死了 岳父 岳母 晋王 你这是 你的腿好了 王爷这是身谋远虑 老臣果然没有看错人啊 现在 许锦快将二了 送出宫子 你们出来吧 这是 他们是晋王府的暗室 会代替你们留在宫里 那我们出去门外的侍卫 王爷 该走了 他们 岳父请放心 他们 也是我们的人 老臣真是小瞧王爷了 我这闺女 交给王爷 老臣也就彻底放心了 阿曲 以后和王爷好好过 知道吗 爹 娘 那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好 你们也千万珍重 走 接下来 便只剩三日后的 登基大年了 阿曲 从此你和这天下就都是真的 百官朝见新帝新后 伤君 老夫纵然一死 也绝不认儿等败类为黄 你个老公子 你找死 来人 把他给我带出去 人呐 来人 来到都死了不成 翠浩 你人呐 二皇子 你是在叫这个傻大哥儿吗 二皇子 你是在叫这个傻大哥儿吗 你是在叫这个傻大哥儿吗 飞虎君 我 我 我 你 不行 我要与你们一同回去 眼下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是飞虎军的补补 你拿着他即刻前去调兵 务必在三日内赶快度折 此次行动能不能成功 金王姐夫你放心 一定完成任务 你这个贱人 原来一直都是你倒的鬼是不是 又是你 你们都在干什么 是他谋害了父皇的 金王 你们都要造反是不是 你真正要造反的人是你 立下 朕还没死是不是 一个孽畜 朕平时带你们母子俩不薄 没想到 我竟然养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 今日朕有大爱一面心 绝不欺扰你们 飞虎军 朕将他们拿下 打入死牢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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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爱过 但那已是前世的事 况且前世 未真心 正求 是我错了 这 你 这 你 这是 我 我 你 你 你 是百姓为己出 百姓恳请朝堂上下 愿拥护晋王为新帝 晋王妃为新后 臣亦如民心 愿辅佐晋王称帝 吾皇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们 初约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坦白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愿吗 我之所以能够预知 是因为我从前世而来 而且前世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嫁给了初锦恒 成为了一代妖狠 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那日 我听到了你和初锦恒说的话 况且你当初性情大变 对初锦恒避致不及 想必上一世 定是为他受了不少的罪 前世我死得很惨 还是你替我说的事 想来 上一世我一定不太聪明 不然怎么会错过你 所以这一世 我一定要好好地抓捞你 你是我两世的幸运神 该是我抓捞你才是 那你的幸运神 现在有一份惊喜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心厚云渠 贤良淑德 素有人心 肯与朕分忧 与民共患难 乃亘古少有之贤后 朕自今日起 废除后宫 愿与心厚余生 互相扶持 恩爱两不宜 亲此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怎么样 喜欢吗 我们此生 雄不分离 好 落尸 早饭